接下來請吳麗華委員 好 有請陳部長 委員您好 委員長您好 我也是很高興 第一次直屈可以碰到部長 想要跟部長請教 應該您大概也知道我想請教什麼問題 在2月11號的時候 也就是大家全民都在防疫抗疫 就是避免人潮聚集的時候 在台東有很多的人聚集 為的是想要來看我們台灣自己製造 自己發射這一枚火箭的發射 部長您知道這是吧 是 是 也謝謝委員那天有去委員那邊特別做說明 那部長我想要跟您說 這件事造成我們部落很大的困擾 非常的困擾 不單單是部落內部的人 受到很多的質疑 外部呢也有很多的責難 就是針對這個部落的居民 所以我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困擾 那部長可以說說看這樣的一個困擾 您會覺得應該要怎麼樣解決 是我想因為這個是一家民間的公司 他實質就透過這個找地然後去做這樣的行為 事實上科技部並不支持這個任何人去做一個非法的事情 因為台中縣政府也認定那個土地使用是有問題 那也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當時在一月左右 這家公司新聞到科技部請求支援的時候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就希望了解說 雖然這個產業發展不是科技部的管轄 但是因為它的新科技科技部還是產業民間需要支援 我們當然政府也要做協助 所以當時也找來了解說怎麼樣協助他 那時候也給他的建議就是說 第一個還是要合法去做 第二個在執行上如果一些比較特殊的型態需要政府支援 政府當然會來想辦法 也就是說如果行政院政策決定說火箭的發射 台灣需要有相當的政策支持 那我們跟行政院在延商的時候也說 那因為它安全規範事實上是相當的嚴謹 我也記得我到美國去看火箭發射的時候 我們那個觀測台離那個發射點是10公里左右 所以那個安全的間距是整個安全的監控 那火箭發射出去以後 你對這個火箭的收手跟追蹤 是要靠雷達不是靠眼睛去看 所以相當的一些設施 如果真的政府覺得這方面民間有困難 也覺得要該支持的時候 我是建議說應該還是有國家來建置一個 國家的發射基地 那你民間要用的時候 像美國現在大家看到很多民間的發射 它其實也是作用政府的發射基地 那可以說我這段時間政府把整個安全規範做出來 所以我們的建議就是說 第一個還是在合法 我們當然很樂意看到說 產業有一些新的發展 而且那個科技也是透過15年前 科技部做了10次的彈空火箭累積的經驗 所以當然我們也樂意看到說 它可以發展 可是我們其實是真的不樂見說 民間去做一些非法 甚至影響到我們原住民區 謝謝部長 我想您這樣的一個說法 算是一個正式的說法 我們大家也都聽到 那我就您剛才所提的 我就繼續的來請教您幾個問題 所以太空科技發展 會是我們科技部 一個重要的發展項目嗎 應該這樣說 總統已經宣誓說這個太空科技 台灣不缺取嘛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是只有科技部 其他部會大家一起來做協助 那科技部以往 因為我們執行太空計畫 包括去年開始執行太空三期 我們其實對整個太空的產業 也有一些想法跟規劃 所以部長就是認為 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 重要的產業 那我其實是蠻欣賞 您提到的科技施政理念 您要不要自己說說看 您那四大理念 科技施政的理念 部長那個 誰講的是哪個部分 探索 是是對 它基本上就是科技 它是從探索開始 對 那探索你了解 希望就要做developer 就發展 繼續把它深化 那接下來你就要做 做扣戰的功能 把它推廣到民間去 那民間就要做商業化 商業化 好 那我就要請教您 請問 每一個國家都很適合作為火箭發射場域嗎 都找得到嗎 我個人是覺得不一定 不見得每一個國家 所以我在提到科技政策 那台灣有沒有這個條件 我有特別提一個說 台灣是一個小國家 我們還是要有小國大戰類 你要做比較集中式 那我們開始有做這個探索嗎 那我們在太空的部分跟委員報告 當時在太空三起的時候 我們跟行政院 有行政院核定的計畫 我們當時鎖定是結合台灣優勢的產業 也就是說台灣比較優勢是本來這些 自動性電子 我們所有的整合是做得很好 所以當時說我們利用這個衛星的發射 把這些零組件經過飛行的這個驗證以後 它可以扣張到這個各行各地去 我只想知道我們台灣有沒有這樣的條件 太空科技我覺得我們是有那個條件 就是說現在的衛星上頭 所有這個組件很多都是台灣已經可以做的 現在全世界我們的上空都有密佈的衛星 很多都是台灣的產品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每天日常使用的這些 我們看衛星電視手機等等 其實未來也都有需要仰賴這些東西對不對 好 那我想我們其實台灣到底有沒有這個條件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們台灣得天獨厚 不是每個國家都可以有深水港 那我們很幸運 所以我們可以發展航運 那我想科技部主導的您剛才的報告也提到 是人才跟技術的培養跟培育 對 那我想 部長您很重視人工智慧AI對不對 應該是說對新科技科技部都非常重視 那投入的預算多嗎 人工智慧已經是三年前推的專案 當時推的專案那時候是透過專案申請 我們每年在研究計畫 所以 所以我知道的是 科技部跟科技有關的這些條例 應該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對 因為日新月異我們是在跟時間賽跑 對 所以我很高興的就是我有查閱到 就是自駕車是我們AI技術 它的一個項目對不對 對 對 那我也看到 因為有很多的地方 都把它視為一個有商機的產業 所以各縣市政府也都想推動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的交通安全條例顯然沒有辦法負荷 因此我也看到說 在我們的立法院 107年有委員提案 4月提案 9月院版也就提出自行的版本 當年的11月年底就三讀通過 讓這一些自駕車 能夠有一個無人載具的創新開發條例來運用 我覺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問的就是 今天火箭要不要發射 找到我們偏鄉 找到我們原住民地區 環境影響評估現在國人都知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部落自商條例 很可悲很可惜 顯然我們的國內 所有的國人都還不清楚了解 到我們原住民地區 必須要行使部落自商同意 行使一個尊敬的一個禮貌的動作 所以我非常希望說 我下一次我可能會希望看到 我們在這一個方面 我們是不是能夠開始去重視 如果認為它不安全 我們就要有法可管 那我希望 我很欣賞您說的一句話 政府最大的責任就是要把法規做好 那這樣也符合你的實際科技理念 所以我很希望 如果有一個太空事業的什麼辦法 我希望我們可以趕快催生出來 也許主管機關未來是經濟部交通部我不知道 但是還沒有生父生母不祥的時候 我想科技部就是奶媽奶娘 那就有義務要來催生這樣的東西 我們一起來合作努力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武力華委員